茄莉 干嘛 吃一颗糖果 吃一颗糖果 哎呀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奇怪啊 现在让人挑什么糖果呀 你也真的是 你现在有一天的班牙上 你不得补充点能量吗 补充什么能量 要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能在这儿上班吗 也真的是奇怪啊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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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着我 假不跳 不跳是吧 你不跳我又要讲 茄莉 哎呀 来 来 来 茄莉 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洗衣粉的味道 你这糖都过期了吧 洗衣粉的味道 我记录一下 明亮的粉红色 是洗衣粉的味道 谢了 查理 我这个是占卜糖果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味道 以后啊 就麻烦你帮我试吃啊 你说你这个人 是不是有病吧 我一定要 我包 你包 我干嘛 还吃一瓶 吃一瓶坏坏的东西 人生就像这个糖果 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颗 是什么味道好 来来来来 再挑一颗 再挑一颗 我跟你说啊 你挑这个红色的 一定很好吃 来 你挑 你跟那种街边拐卖的 那种人一样 你说你 你说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现在在后勤部 有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 有一个很好的老板 你说我现在 干嘛呢 在这儿真的是 还要是吃糖果 这是什么味道 花椒的味道 你别放我包里 你太恶心了 你这个人 花七分时间了 不知道 太可爱了 这整个编辑部的人 我妈呀 我的妈呀 工作不见买 买东西倒挺轻快的 这东西又不是我买的 干嘛 总之要对我呀 副主编 你说 我的妈呀 好丢人啊 快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天哪 怎么不动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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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什么事啊 你刚才在外面撞的头 没事吧 天哪 这个动作 还是原来的胖羽啊 你还有话要说吗 我是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首先 那天在摄影棚的事物 是我的过错 我很抱歉 我没时间听你说这些 但你也不能全都怪我呀 副主编 我希望能够搞清楚 要到编辑部来工作 这个不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是你们硬要把我调过来的 我一开始就跟你们说得很清楚 我根本就不了解 你们编辑部的业务 我来的才不到几天 我一个星人 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肯定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我一直都在努力 肯定总算我不努力 不认真 我觉得这样实在是不公平 还有你有的时候说的话 真的非常伤人 你可能自己不知道 但是真的很伤人 你不要再无理取闹 我说你这个人 你怎么这么不好沟通啊 你这是要欺负人 你知不知道 保护你叫出来 叫出来 给不开 给不开 不开 强 出神 浩云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怎么可以为了一个玩具 这样欺负同学呢 只是跟他借着玩一下 又不会真的怎么样 那也不行 你们这样可一点都不有爱 你们要再敢欺负他 我就告诉老师 不要 浩云 给 谢谢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走 我带你去买雪糕去 慧真 完了完了 我的梦境要成真了 难道是预兆的梦 你是李慧真 扬阳